第五十三集 东方菲尔文言大喜 这些日子以来 他一直在担心楚浩然闭关修炼到底如何了 如今陡然听到他的声音近在咫尺 焉能不高兴 嗯 东方菲尔绕着清灵神木转悠了一圈 想着若是把这玩意儿搬到极乐沙里 会不会有碍观瞻 但是既然连着楚浩然都说是好东西 那就绝对不容错过 嗯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清袍人有些奸诈地笑了一下 心中暗骂 瞧你躲 我连你棺材都给你搬走 想到这里 清袍人笑道 菲尔 这棺材里并没有入脸过尸体 所以呢 还算是干净的 你有所不知 这清灵神木乃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比很多贵金属的质地还要好上一些 做手势或者小摆设都成 你看看 那么大块 你可以拿去改成你自己喜欢的小东西 最好做成地板 扑在地上 躺上面打滚 那是最好不过 啊 东方菲尔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他看着难道就像是喜欢躺地上打滚的人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东方菲尔一笑 长袖挥过 直接把那具庞大的清灵神木的棺材 连着九条不知道什么材质打造的金龙 一起卷进了处手镯里 天殿还有些玩意儿 等下我带你去找找 青袍人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目光中紫茫闪光 对着正殿的某个柱子上看了过去 那个人应该已经来了 果然 他毁掉了东方菲尔的隐身符 就直接惊动了他 看样子 他要找个机会问问东方菲尔 那隐身符的来历 他怎么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混在一起 在众多的修仙者里 都不禁微微抽气了一下子 棺木中有些什么东西 他们并没有看到 毕竟离得远了 但想来最好是宝贝 都是随着牧师主人一起入脸的 如今东方菲尔居然长袖一挥 连着棺材都一起收进去了 他吃肉 别说是骨头了 连着一点汤渣都没给他们留下 但是碍于青袍人的实力 谁也不敢稍有微词 初尾不是来寻宝的吗 哼 走 我带你们去找宝贝去 青袍人的目光冷冷地扫过众人 说着他挟着东方菲尔 已经向着偏殿走去 在偏殿里 竟然是一处藏宝阁 各种法宝乱七八糟的东西随意地摆着 众多修仙者一见之下 连着眼睛都哄了 青袍人的目光在藏宝阁上扫过 信手一招 有着几样东西 已经向着东方菲尔飞了过来 菲尔 把这些东西收下 余下的东西 就让他们去挑吧 青袍人淡淡地说道 谢谢上仙 东方菲尔笑得眉弯眼弯的 这些东西他都不认识 想来是仙家宝贝 自然也不知道好坏 当然更不可能他一个人独吞了 否则等着青袍人一走 这些人还不把他大蟹八块 丢苍浪海卫王八才怪 这青袍人眼力不凡 他看上的东西自然是最好的 而青袍人也没有多选 只拿了五件东西 东方菲尔不及细看 一起收进储物镯子里 反正回去后可以慢慢研究 菲尔 钓东格天字号里的东西 快 东方菲尔的耳畔传来 楚号人急促的声音 上仙 那是什么东西 东方菲尔蹦蹦跳跳地 指着东格问道 哦 青袍人一愣 转身看着他手指的方向 东格天字号里 放着一只扁平的匣子 匣子表面画着一个美人 长袖裸裙 容貌清丽脱俗 颜色艳丽至极 除此之外 却不见有丝毫的出奇之处 我想要那个盒子 好漂亮呢 东方菲尔蹦蹦跳跳地问 好 青袍人点点头 信手一招 那只锦盒就移过来了 送到东方菲尔面前道 还要什么 东方菲尔不理会那些修仙者 快要喷火的眼神 难得见到上古仙人的藏宝阁 他要不好好观赏一般 实在对不起自己 但是他也分不清楚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 最后他挑了一根毡子 顺手插在头上 挑然后退 青袍人见状 这才冲着那些修仙者点点头 示意他们可以上前挑选 各自需要的宝物 每人挑一样 不可多拿 拿了赶紧走 众人文言 都不禁看向东方菲尔 他们是没人挑一样 挑了就要走 为什么东方菲尔可以选那么多 还由着他挑 剩下的才给他们 当然 没人嫌弃自己命长了 敢去责问那青袍人 东方菲尔这回子 站在青袍人身边 非常得意 赤裸裸地见证了 什么叫做实力为尊 所有人都在藏宝阁前 挑选自己需要的 或者合适的宝物 然后恭恭敬敬地 向着青袍人失礼后退出去 不管是甘愿的 还是不甘愿的 最后 紫英真人才开始走到藏宝阁前 挑了一只白玉瓶子 走到青袍人身边 大礼参拜 您也走吧 青袍人挥挥手 隐约之间 一股压抑的气息 破空而来 心中顿时有些烦躁 原本沉寂的墓室里 陡人重重地敲下一个阴桀 东方菲尔只感觉 耳畔似乎响了一个炸雷 身子一歪 张口就喷出一口鲜血 菲尔 青袍人长袖挥过 一道淡淡的青色防护罩 将她护在里面 紫英 我可以相信你吗 仙师是否让小人照顾公主殿下 紫英听得青袍人说话 心中瞬间已经明白过来 这青袍人 势必有大敌前来寻仇 他分身无瑕 又担心打斗中误伤了东方菲尔 因此想要托付他代为照顾 不知道到底来的是什么人 人未到仅仅一个简单之极的阴符 他乃是修仙大圆满的境界 正道先徒仅仅只是一步之遥 居然难以抵御 而且那个人还不是对着他攻击的 如果是正面攻击 他可以保证 那个未曾出现的高手 弹指之间就可以把他给灭了 没错 我有强敌前来 烦你照顾一下菲尔 说话的同时 他屈指一弹 弹出一道紫色令符 你要是能够正道先徒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紫英真人接过那令符一看 顿时就变了脸色 他果真就是那个贵人 大人放心 小人这就带公主殿下离开 紫英真人收了令符 恭恭敬敬地回答 很好 菲尔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该说些什么 不该说些什么 你心里有数 青袍人看了紫英一眼 冷横一声道 如果菲尔出了什么事情 别说你没有正道先徒 就算你踏入仙界 你也应该明白 三界之内 无你容身之所 小人明白 紫英真人心中很是明白 这不是威胁 只是告诫而已 菲尔小姐 我们快走 紫英真人一把抓住东方菲尔 带着他就要飞出去 不要 东方菲尔并不傻 刚才仅仅是一下子 一个普通之极的音符 居然可以把他重创 而且那个人的音符的攻击 应该是针对青袍人的 而不是他的 余威之下 尚且如此 正面攻击 那又会是怎样的威力 他可以走 但楚浩然怎么办 要走 也要把楚浩然一起带走 哇 又是一个简单之极的音符 随即整个墓室都开始塌陷 青袍人皱了一下眉头 这人真是不要脸至极 粗驴 出来吧 别他妈的给我装神弄鬼了 青袍人冷笑道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东方菲尔和紫英真人 都不禁护住自己的眼睛 青袍人看了一眼紫英真人 紫英真人会议 明白他的意思 当即点头道 大人放心 青袍人这才迎上那道金光 东方菲尔抬头看过去 只见那道金光里 一个满脑肥肠的大胖子 蹲坐在帘台上 光头赤脚 赫然就是人界如来佛祖的模样 东方菲尔揉了揉眼睛 他没有看错 他竟然亲眼目睹了如来真身 但问题是 这个光头和尚似乎来意不善 虽然不知道青袍人到底是谁 但青袍人对他好 他却是知道的 而这个光头和尚明显杀气腾腾 就是来找青袍人麻烦的 佛佛慈悲 施主好久不见 光头和尚打了一个问询 待人而笑 一片祥和 慈悲你妹 老子宁愿一辈子都不要和你这死光头见面 绝对没好事 青袍人非常流氓的骂道 东方菲尔如果不是叛内光头和尚 或者说由于人界根深蒂固的信仰问题 他差点就要拍手叫好 青袍人那句慈悲你妹 实在是太给力了 够流氓的 至少他是很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 他发现他越看那个青袍人 越是顺眼了 家母仅生五亿人耳 哪里知道 那个光头和尚也是流氓 还见了不要脸 居然一脸祥和慈悲 淡淡地笑着说了这么一句话 如果不是实力太过悬殊 东方菲尔真忍不住想要骂娘了 佛陀 给句话吧 你来这里做什么 青袍人说话之间身上紫气大声 没什么 我最近吃多了 好像又发胖了 所以吃完饭出来走走 顺便问候一下玄门清帝陛下 佛陀叹了口气一脸无奈地道 东方菲尔已呆 难道说这青袍人竟然是清帝 这怎么可能 陛下好着呢 不用你问候 光头 你要是没事 可以走了 青袍人挥挥袖子 冷笑道 是吗 那和尚依然笑得一脸慈悲 连站在一边的东方菲尔 这次都差点想要说 问候你妹呀 凭感觉 他也知道 这佛陀似乎是来者不善 而且 由佛陀的口中 他证实了一点 这个青袍人 并非是清帝 是了 清帝哪有那么多闲功夫 四处乱晃悠的 既然清帝没事 你不在加纳福 跑出来闲逛做什么呀 难道你也和我一样 吃多了运动运动减肥 佛陀一脸的笑意 东方菲尔瞄着佛陀那硕大的肚子 这家伙还真需要减肥呢 真不明白 这大胖子是怎么修成正果 正道成佛的 而佛陀那个肚子 东方菲尔得出结论 吃素是不能减肥的 当然 也许这家伙偷偷偷吃羊肉串 也未尝可知 我说光头 你如果想运动运动 我就赔你一把 否则你哪凉快 哪待着去 青袍人冷笑一声 打架 谁怕谁呀 你这不是摆明了欺负我胖子吗 佛陀一脸的苦笑 东方菲尔再也忍不住了 哭吃一声笑出来 而接下来佛陀说出来的那句话 他差点就想上去揍人 这都什么人呢 或者说成佛之后 就可以不要脸了 我这么大的快逃 要不我们比体重 佛陀居然一本正经的说道 而且还满脸笑呵呵的 笑得一脸的祥和慈悲 慈悲你个妹的 光头 你到底要干什么 青袍人也不敢贸然动手 说归说 真个动手 露死谁手 尚且不知呢 那个 你过来 佛陀不理会轻袍人 转身向着东方菲尔道 小姑娘 想不想修佛呀 啊 东方菲尔笑得一脸的唇美甜静 清纯无碍 大师好 是这么称呼吧 反正人家都是这么称呼和尚的 应该没错 虽然他不是普通的和尚 但不管怎么说 佛陀还是和尚 才是光头 嗯 修佛有什么好处吗 东方菲尔贪手问道 修佛可以长生不老 永登极乐 哦 还可以普度重伤 哈哈 如此可教也 那你会击灭吗 东方菲尔突然问着 佛陀原本一脸祥和的脸上 闪过一丝无奈 本来想要逗一下这个小丫头 结果被他这么一问 他还真是有些迟疑了 良久才到 天地万物 终有结束 而他来此的目的 就是想要验证一下 清帝是否寂灭 那你家有弟弟吗 呃 家母仅生五亿人儿 既然连着你都会寂灭 你家又没有俊美温良的弟弟 我修佛做什么呀 东方菲尔摇头 一脸的比 清袍人再也忍不住 放肆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这小丫头 看样子颇得你真传呢 不过 修不修佛 可不是小姑娘 你说了算的 说着 他肥瘦的大手一张 竟然想要抓东方菲尔过去 轻袍人长袖一挥 轻轻瞧瞧地 就把东方菲尔挡在身后 冷横一声道 光头 老子还没死呢 别欺人太甚 胖子我 只是想找清帝喝个茶 聊个天 既然清帝不给面子 胖子我就找这个小姑娘 喝个茶 聊个天 难得看到一个长得顺眼的 佛陀肥厚的下巴 小得都要快合不拢了 是胖子 东方菲尔在心中 非常无良地骂道 当即向紫英真人 使了个眼色 紫英真人会议 东方菲尔的意思是 他们两个人先走 别给轻袍人拖后腿 原本在东方菲尔心里 这人既然是佛陀 有着普度众生的慈悲心怀 那么就算他和轻袍人 有着什么过节 也不该找他的麻烦呢 他只是一个普通知己的灵修 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 比蝼蚁还不如呢 破家陛下 为什么要给你面子 青袍人哼了一声 问道 东方菲尔趁着佛陀不注意 展开翅膀 飞快地向外面掠去 至于楚浩然 在佛陀出现之后 他就阴性杳无 东方菲尔几次想要联系他 都是联系不上 似乎那青袍人和佛陀 也都没发现他的存在 那么他的隐身术 应该可以躲过他们的 想来不会有事 他还是照顾好自己再说 小姑娘不要走 陪胖子我聊个天好不好呀 佛陀的声音 宛如是炸雷一般 在东方菲尔的耳畔炸开 东方菲尔身子一顿 宛如是折翼的鸟儿 从半空中直接掉了下来 菲尔小姐 紫英真人大事着急 对于普通的修仙者来说 他实力强横得紧 但对于像佛陀和青袍人 那样的高手 他那么一点修为 实在是不够看的 第五十三集 完